9月9日,网上爆出一段电影《我和我的父辈》拍摄花絮 青年演员吴磊在拍摄骑马戏份时发生意外 因为抓住缰绳不慎摔下马 吴磊摔下马之后立刻爬起 工作人员上前为其检查是否受伤 不过吴磊并未担忧自己的伤处 反而表示很生气,自责自身没有拍好 网友看了这段电影花絮后 纷纷留言夸奖吴磊敬业认真 是一位未来可期的好演员 吴磊短暂休息之后立刻要求继续拍摄 连合作的吴京导演都赞其太拼命了 此前《我和我的父辈》也晒出过其他花絮 吴磊赤裸着上身拍戏 肌肉线条十分抢劲 整个人和耳蒙爆棚 21岁的吴磊已经是一位经验丰富的演员了 他在拍戏时一向认真努力 也学会了很多技能 之前在电影《剩下未来》中 吴磊为了呕吐的环节显得真实 每次都要使用大量的香蕉和碳酸饮料 只挂了一条登山绳用作牵引 期待吴磊在电影中的精彩表现 相信这样他是努力的 吴磊一定会收获更多观众的喜爱 祝他的演艺事业越来越好 对此大家有什么想说的 欢迎到评论区留言